旧书店 叶灵凤 你闻名了已久的名著 一部你从不曾想到 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辟书 当然有许多书是愈旧愈贵 然而那是珍贵的书 所谓古本 是属于古书店 而不是旧书店的事 譬如美国便曾有过一家 有名的千元书店 并不是说它资本只有一千元 乃是说正如商店里的一元货一样 它店里的书籍 起码价格是每册一千元 这样的书店 当然不是一般人 所能踏进去的地方 上海的旧书店 以前时常可以便宜的价格 买到好书 但是近年好像价格提高了 生意不好 好书也不多见了 外滩杀讯房子里的一家 何于原路的一家一样 是近于所谓古书店 主人太识货了 略为值得买的书 价钱总是标的 使你见了不愉快 卡德路的名酒社 以前还有些好书 可是近来价钱也贵得吓人了 而且又因为只看书的外观的缘故 于是一册装钉略为精致的普及版书 有时价钱竟标的比原价还贵 可爱的是北四川路的增福记 时常喝醉酒的老板 正和他店里的书籍一样 有时是垃圾堆 有时却也能绝住宝藏 最使得我不能忘记的是在三年之前 他将一册巴黎版的乔伊斯的优利西斯 和一册纸合葬在枕寒中的香园 看了是纸面的毛边 竟当作是普通书 用了使人不能相信的 一块四毛钱的剑架卖给了我 如果他那时知道 尤利西斯的定价是美金十元 而且还从无买得 香园的定价更是一百法郎以上 他真要傲丧的烂醉三天了 不过近来却也渐渐的拾货了 沿了北四川路和城隍庙一样 也有许多西书滩 然而多是学校课本和通俗小说 偶尔也有两侧通行本的名著 却不是足以使我住俗的地方 对于爱书家旧书店的巡礼 不仅可以使你在消费上获得便宜 买到意外的好书 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业中 体验着人生沉静的 正如在你自己的书斋中一样 选字 读书随笔 以及 三连书店 1988年版